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禮拜三晚的深水提供 在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次也有六隻高出賽馬 一場閃耀人生、二場冬龍陣、三場精算百方、五場美妙星、六場電信火智、八場美麗滿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NETCHAN談賽馬是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支賽事都會介紹高出賽馬和兩隻NETCHAN馬達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的話 可以經過我的Facebook Post 來到我的Blogspot 周圍有些現面廣告 如果你覺得廣告有興趣的話 按下去看看 支持很多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也有些video廣告 不用一定按Skip Ad 略過廣告 可以看一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一下這些連結 或者右上邊有時也有連結 去看看資料 之前的廣告客戶 之前的廣告客戶 就等於之前的NETCHAN談賽馬 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二個場次 將會介紹第八場 第八場的獨形合位置 投注對象和連形合位置 將會獲得11號美麗滿分 這些馬都是蔡若翰 真王牌 高出賽馬 九檔變一檔 隻馬輕生了很多神科 1159磅 1183上場 即是神科 1159不是瘦了是輕生了 蔡漢尼馬一近了 進步都是上升軌道 今次莫萊拉還要執取了一檔 應該可以順利放投 應該坐位望盈的機會 是高場入運 上次對手上次水準都是強的 雖然他放回輸兩個馬位 但對著金槍60這些馬 都不是說玩 所以這場坐位望盈 三隻配腳 1號進龍區 都是希望進軍大賽 四歲系列 當然狀態不是最好 但是神科OK 不是最好 剛剛初起 我挺喜歡這隻馬腳法 留意這隻馬 九號最合拍 上次大家看他怎樣走 兩、三疊 三疊 五轉彎回來都是緊緊輸 好像跑過第三 看看吧 沒錯第三 說真的 如果這隻馬 跑得出水準 贏到美麗滿分都不出奇 但這隻馬 怕就怕再移動 我不知道他會看空走 二疊守住美麗滿分旁邊 還是他會想坐博士 其實他看空走會好一點 這隻馬我怕他有時 喘上是未必得的 沒有規矩 這隻馬 可能開步走會好一點 上次雖然是虧了位三疊 但是他是開步順走 這樣就走得厲害 要看看他怎樣處理 怕他Block Seed 直路穩位不暢順之下 怕沒有了 所以你說贏是有機會贏 是美麗滿分的 但美麗滿分現在一檔 擺頭走 坐位望贏 拿膽一定拿美麗滿分 14號 丘猶王 前仗谷草千亿那場都是高水準 雖然他在裡面 省省了 賺場地 跑得近 加兩分升班 上次田祖千四 有馬河 14檔 這次排一個比較合理的檔位 有一個蘇兆費上去 都是要拿著 這些都是能力有的馬 所以這場馬的投注策略就是 11號 美麗滿分 独人為止 和令人為止 美麗滿分 拖和進龍區 1號 9號最後一排 和14號優入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都會發表一些臨場分析 每次賽事 每場賽事 15分鐘前 都會講一下 宜賓尹馬 預計達前落飛馬 奇田動態 和場地形勢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 收到一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旁邊 發訊息 或發放訊息 或者到我字頂 留言 會盡快給你一些資訊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參與 最後 如果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nel 訂閱 訂閱 和鬧鐘 按下新片 可以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好